两年前这样的手势成为了他在赛场上独有的标志 因为我想让自己也成为一种赛场上一种习惯一种霸气 让所有人知道只要我在这儿放心我厚得住 然后这块叼换金牌肯定是我们中国的 同样是从两年前开始 陈一斌习惯了在每次动作结束之后亲吻叼换的力度 我为他付出了很多 当我拿下成绩的时候我还是深深亲吻他 每次面对镜头他永远是这般真性情 没看我今天头发也没打理 我中午做了个梦 我梦见有人问我头发怎么没有输就来了 我说跟日本人比赛还用出头吗 轻轻松松就赢他们 伦敦奥运会对陈一斌来说将是他经历的第二届奥运会 从曾经男团队伍中的新人到如今身边都是年轻的一批队员 很多时候的训练量会让这位队长很是吃不香 最可恨就是这些 不是可恨吗 对于我来说 我终于理解到那时候 我跟威哥他们练的时候 那时候我22 23 24 就是大运动量完了以后 转天皇上会问我们 谁的浑身酸痛 已经感觉很疲劳了 举手 威哥他们都举手 那我那时候就不举手 然后他们都会看着我 然后当时他们会说 你也有老的一天 你等着 他们就会觉得 因为我要举手了 可能黄大人会 大家都疲劳了 就调一调 那我那时候不举手呢 那就大家就继续把这个量 当时我确实不太明白 现在黄大在一边 谁特别疲劳 我特疲劳 然后长生长 他们都不举手 然后我会告诉他们 你们也有老的一天 这是2008年奥运会 男团独冠后婚庆的画面 在此之前 陈一斌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 能成为奥运冠军 在收获了个人调换的金牌之后 陈一斌觉得自己 可以功成名就的 离开体操了 然而随着杨威 李小鹏黄旭的推议 2009年的体操实际战 陈一斌成为了队里 十分需要的核心 那一次比赛 一斌的状态并不很好 他甚至在预赛的时候 调换下法出现了这样一个失误 赛后陈一斌哭了 可以说从那一刻起 陈一斌再次萌生了退役的念头 退役已经萌生 就是说我完全想 就想回去就打包要走 就是已经做好这种准备了 为难进入决赛的陈一斌 在后来的比赛里成为了我们频道的解说嘉宾 也是在那几天他得知了队里 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黄岛说回去会正式任命你为队长 真的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因为我再次来是队长 然后上次是日本的时候也是队长 然后这次我们也很高 因为我们采访的时候黄岛说回去会正式任命 真的 高兴吗 长年也挺高兴 然后家里也挺大 我不能逃避 我觉得我应该有这个责任 因为后面的年轻运动员太多了 如果我再走的话就只要走海了 可能这时候队里需要我 是这份责任感让陈一斌坚持了下来 后来的两届市警赛 尽管人员更新 但是新一批的小伙子们 在陈一斌的带领下 仍然延续着中国队的辉煌 他们两次夺得了男团的金牌 同时 跳环这个项目 仍然是这位队长稳居冠军的宝座 第六次是警赛 然后第十个世界冠军 完成了给我妈妈的诺语 自己随着年龄也大 然后身体算面也不多 然后离不好的时候 可能也在这时候 冠军队长可能是压力更大一些 自己很多时候也是任堂吧 反正希望自己能够 在自己在自己的坚持下去 我们其实付出这么多 就是说去心里话 就是为了那个最后呢 能够大家能够站到那个 最高领奖台 然后高高举行 然后告诉所有的对手 我们中国台最强的 其实说句话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那个荣誉感 让我们觉得什么都不是这种事情 我一步中止 如果这些奥运会完了 还需要我的话 我肯定还会再坚持 我肯定还会再坚持 我肯定还会再坚持